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包菜的饭店做法 说老实话这个包菜在我们这里喊年华呗 先把上面这点嫩的给它抬下来 这个里头炒回锅肉 然后从中间切开 把它切成丝 再准备两个小青椒切成圈 再来切上一点葱结 姜丝 蒜也切成片 碗里打入一锅亚子生的鸡蛋 打散 锅里开始烧水 下入一点粉丝 然后来上一点老抽酱油 粉丝煮熟后用个碗把它先夹出来避孕 今天呢就不休息了 锅里下入少许油 先把锅儿吃一下 要不然那个粉丝的话 它会粘锅里粘得很凶 把锅儿治好过后 下入鸡蛋先给它炒散 然后下入姜葱蒜青椒包菜 刚刚下锅了一节 一哈就忘了鹿了 哎呀 实在抱歉抱歉抱歉 这个一个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哈喽 烹入一点点水从锅边淋入 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下入粉丝 调味盐 贝糖 滚啊酸辣一点点 不喜欢的不放 先用筷子把它翻炒均匀 粉丝冷的过后它就会淋在一块 只要一热的话它就会散开来 懂吗 粉丝炒散过后给它撒上葱结 和匀后关火出锅几口 出锅了 看着就非常的允养健康 这道菜其实插了一点东西 你们知不知道插了什么 其实插了一点肉 放点肉才可以有 非常好吃的一道包菜炒粉丝就做好了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清淡允养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先收藏走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哈 最后还是我来给大家试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包菜鸡蛋粉丝夹着吃 嗯 这道菜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入口就是普通的寒暄味 然后熬下去粉丝的味道是绵绵绵绵绵绵绵的那种感觉 包菜是脆生生的 鸡蛋是很鲜香的 它这种多层次的口感吃起来比较舒服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